你的 住在這樣的空間其實不會太舒服 如果你是自行發包裝修的業主 我比較建議你 這樣子你裝潢出錯出包的機率會比較低一點 大家好我是尤尼克設計的George 每個家在裝潢的過程中一定會經過空調這個工種 其實空調會牽涉到木座 水電以及設備 這三個大項目 它的複雜程度會比你想像中還要高很多 不過最多屋主會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 我到底要選擇壁掛式還是吊影式冷氣呢 今天要分享的主題就是要針對壁掛式 以及吊影式冷氣的優缺點分析 教大家如何針對自己的需求去做選擇 影片開始之前記得要訂閱我們喔 最多人會考慮吊影式冷氣的原因 不外乎就是美觀上面的考量 因為可以把整台的機器跟管路都隱藏在天花板裡面 所以視覺上看起來就會比較乾淨整齊 相對的 壁掛式冷氣它整個機體直接裸露在外 所以它的美觀度完全取決於說這台機器 的外型好不好看 或者因為這個機型一擺上去之後 完全沒有辦法融入這整個空間的風格 即便你選擇的機型很好看 可是 放的位置很突兀 我覺得再好看也沒有用 相對來說 吊影式的空調 它隱藏在天花板裡面 它就不會去影響到整體的空間風格 只需要將出風口以及回風口 透過我們設計的手法去淡化它的存在感 或是直接大膽的做出跳色 但它在整個空間中也會有另外一種創新的美感 前面有說到 吊影式的空調 它是隱藏在天花板裡面的 所以當我們天花板一完成的時候 其實它會吃掉你大概45到50公分的高度 一般屋內的天花板高度 完成之後 我們還是建議要高於240公分 比較不會有壓迫感 所以如果你一開始的屋內進高 不到280公分 其實這時候我就建議你不要裝 如果你真的想要裝吊影式冷氣 但是你又不想犧牲屋內的高度 其實 不做天花板的情況下 那你就不會有屋高的問題 但是相對的 上面的機體啊 排水管 還有管線 全部都看得見 你就要問問自己 到底能不能接受 這麼裸露的風格 而壁掛式冷氣 也不是直接裝上去就好了 它必須跟你的天花板完成面 上面要預留10公分的回風空間 那本身的機體呢 大概高度 我們會 落在28到30公分 所以 10公分再加30公分 其實 它恰降的高度也大概是40公分 不過 跟吊影式最大的差別是 它不用整個天花板降低 它就是在那個牆上 你至少要留給40公分 是有辦法鎖上去 還有回風空間的 回風空間一定要留好 因為這對於冷房的運轉跟效能 是非常重要的 再來 也就是大家也很關心的 維修保養問題 壁掛式冷氣的好處就是 它的濾網 其實你可以自己拆下來清洗 不用再請師傅專門跑一趟你家 來做清洗的動作 不過呢 它清洗的頻率大概是 三個月到半年 依照你使用空調的頻率而定 大約每三年 會建議做一次 室外機跟室內機的整體保養 而 吊飲室冷氣呢 它的保養 就相對來的 複雜多了 你必須要請 專業的空調師傅 定期的 來做清洗跟保養 吊飲室的高度 一定會比較高 而且它是藏在天花板裡面 所以一定要 事先預留好 維修孔 那這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常常會有很多設計師 他會開一個 30x60 或是 40x40的 維修孔 那個對我們來說 那叫 檢修孔 也就是說 我一個人 可以上去 看 哇原來故障了 可是你沒有辦法做任何的清洗跟保養的動作 今天真的 室內機 故障了 你必須要破壞天花板 才能把機器拿下來 所以呢 我們現在開的檢修孔呢 是指 可以把機器整台 可以卸下來 那建議開的尺寸 就是比你的 室內機的主機呢 左右 各大15公分 這樣會比較妥當 不過 吊飲室空調 他的清洗頻率會比較低 大概一兩年會清一次 為什麼 為什麼 問得很好 因為呢 他被包覆在天花板裡面 所以灰塵會比較難進去 但是一般的壁掛式冷氣呢 他每天 灰塵 其實都會經過 所以他濾網會比較快張 這就是為什麼 反而 吊飲室主機 比較大台 可是感覺上 他一兩年才要清一支 有些甚至三四年才需要清理跟保養 各種機型的保養方法 跟頻率 都有些許的不同 大家在選購前 一定要先問清楚 空調就跟汽車一樣 好好的保養 才能使他 有更好的 冷房效率 跟更長的 使用年限 壁掛式冷氣啊 因為他的出風跟回風 都是定點的關係 所以他的 均良效果 比較沒有那麼好 大家應該很有經驗 因為你做辦公室的時候 那個坐在冷氣第一排的同事 冷的要死 但是後面的同事 還是覺得很熱 一旦空間的 屏數比較大 那壁掛式的冷房效果 其實他沒有那麼好 容易造成同一個房間 會有一半熱 一半冷的窘境 而吊飲室空調的好處就是 他的均良效果會比較好 透過出風跟回風口的多點配置 整個空間的溫度 就可以快速的降低 所以在比較大平時的住家客廳 或是 像社區的接待大廳 你看到的一定都是 吊飲室冷氣 而且吊飲室空調 它可以配置多個出風口 例如 像你的客廳連的餐廳跟廚房 其實你都想要吹到冷氣 這個時候 你要選擇吊飲室冷氣 才是最好的選擇 再來我建議 你要安裝吊飲室空調之前 找的一定要是 專業的施工廠商 因為我曾經遇過 我協助屋主來做空調的安裝 那屋主呢 他其實在某某大賣場 或是 某某量飯店 那個空調在促銷的時候 他就給他下訂了 那施工廠商一到現場 我跟他說 我要配置的是 吊飲室空調 這時候施工廠商跟我說 喔 我們都在逃逼我 我沒逃過吊飲室 我聽到的當下 馬上就傻眼了 怎麼會有這種事發生 後來要怎麼辦 後來 後來就是 我帶的那個廠商 跟他講 出風回風的位置要配哪裡 然後 他變得好像 就一直要問我問我 搞得好像我才是空調廠商 再來 可能你還有 吊飲廚師機 以及全熱交換機的需求 這個時候 就要跟 天花板上面的 這些設備 一併做考慮 否則管線很複雜 到時候 一定會打結 說到這邊 我必須跟大家分享一下 實務上的經驗 現在老公寓 其實他的屋高不高 天花板普遍會比較低 但是呢 設備類 卻是 每天都有 新的出現 大部分的屋主 其實都有那個概念 我想要裝什麼樣的設備 來克服什麼樣問題 可是 上面的屋高 真的沒有辦法 讓你全部塞滿滿 因為 你一旦塞滿 你的天花板高度就會降得很低很低 住在這樣的空間其實不會太舒服 再來 維修孔要開在什麼位置 要開多大 這些都要會從空調廠商以及木空廠商一起協調 如果你是自行發包裝修的業主 我比較建議你裝壁掛式人氣 這樣子你裝潢出錯出包的機率會比較低一點 那我這邊幫大家做個總結囉 該選壁掛式或是吊飲式的 四個懶人判斷法 第一 小空間或者是 清裝修的屋主 我比較建議你會選擇壁掛式冷氣 規劃安裝比較簡易之外 清洗濾網你也可以自己來 第二個 大瓶束空間 我會建議你選擇 吊飲式空調 空間均良的效果好之外 像這樣大頓數的機型 可以解決多個空間 它的冷房需求 三 屋內進高不足280 建議你還是選擇 壁掛式冷氣 吊飲式空調 會需要下降天花板 犧牲你的高度 這樣造成壓迫其實不值得 第四個 如果你的屋內高度是足夠的 而且你有美觀上面的考量 這時候 我會建議你選擇 吊飲式冷氣 將室內機的空調設備 藏在天花板裡面 可以讓空間的視覺更乾淨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我們今天分享的是來教大家 怎麼樣從一個大方向 來選擇壁掛式 或吊飲式 未來我們會有更進階的 空調相關影片 記得一定要訂閱我們喔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加分享 要記得幫我開啟小鈴鐺 我是幽靈克的設計的George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